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大声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每月付费订颁 去subscribe是相当感激的 也希望大家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各位 comment, like, share之外 看完整段片,看完广告 我们继续讲23条立法在3月23号施行之后 的一些变化 大家昨天都看过我节目都知道 关于这个马俊文美国队长2.0 是基本上变相加监 当然政府继续说不是加监 变相加监 原先 昨天可以释放的 不行 倒转回头 坐多20个月 这个真是相当痛心 他根本上何来这个所谓国家安全危险呢 但是他已经是勤奋能行为良好 扣3分1 没收 由程教署的处长 程教署处长会不会批准 不会 充分理由相信 各位 听众观众 我不认识大家了 程教署长都不认识这些监等 所谓监等 喂 你可不可以充分相信各位 昨天你没有杀过人 我就没办法充分理由相信 各下 是昨天没有杀过人 虽然可能昨天你真的没有杀过人 但是我要有充分理由相信 去prove the negative 已经难 已经难 试试以前发生的negative难 试试以后 会不会发生一个negative 更加难 喂 我要 有充分理由 相信各下 明天不会 讲粗口 明天不会 去赖屎 这样 即是说这些 我怎样做充分理由相信 各下 不会呢 未发生的事 什么都有可能 巴尔的摩大桥 起了这么多年 你都可以说 有充分理由相信 明天不会倒 就倒给你看 一架船一撞去 整个好像骨牌 一声没了 这个就是 事实 为什么充分理由相信 未发生的事实 是确定它 一定不会有国家安全危险 准备大家 应聚视频 督灰 告密 互相检举 撕裂 分化 搞到互相督灰 就希望搞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大家 在这件事 不作恶 不合作 亦都 不服从 你就要做就做 由冲里面 由心里面 不会做一个服从的事 其实他最害怕就是这件事 这种日常生活的对抗 是很紧要 所以23条之后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亦都看到 陈建文教授 和其他一些 学者 有一本书 会出的 稍后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讲这一点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好了 这件事之后呢 有两件深厚值得讲的 一单 是另一单的个案 另一单是说 政府有一个新的政策 和教育有关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单新的案件 当然你可以说 完全跟这个国安无关 那你信不信由你 但是这单案件 大家知道 在23条的恶法底下 很多人都觉得 放弃做无谓的上诉 不要浪费钱 浪费时间 浪费心机 OK 稍后我会和大家分享 我怎么会用 一声 在想什么 唱号 熊仔饼的21岁男生 周柏坤 在2019年11月11日 在西湾河被指 试图抢警枪 被交通警 开枪射中右边的覆导 这个 周柏坤 即是这个熊仔饼 连同他的旧同学胡子健 同样被控 企图抢劫 左差办公 和合法机压下 逃脱罪名 被重判6年 两个都是 两人早前 均就定罪 和刑期提出上诉 上诉庭 在26号 今天 是聆讯 不过 周柏坤 熊仔饼 透过他代表大律师 表示放弃上诉 至于胡子健 就继续就定罪 和刑期上诉 但透过他代表大律师 表示 紧就企图 抢劫罪 上诉 所以大家知道 大家无必浪费 努力时间 费用 努力时间 他们可以说 他们 即是可以 反正都是这样 已经磨在里面 但费用不菲 我不可以说什么人 或者什么律师 我只是说 我可以很肯定地跟大家说 当一日光复来到的时候 除了有很多 历史恥辱博物馆 登了那些 三万粉丝 还有那些 法官 检控官 官员 港共政权 什么国安 什么 中港的官员 议员 什么关外队之外 这些之外 其实有一件事 我觉得 我都不知道 放不放入此的博物馆 我觉得是 挺骗的 你记得 2014年的时候 有很多的义务律师 会出现 是吧 2019年的早期 也都有一帮义务律师的出现 暂时以今天 即恕我直言 我即未闻 有义务律师的出现 而且不止是这样 还要收很多钱 有部分的律师 甚至没有 去监狱中追溯的都有 石鼠石鼠 无食我书 今时今日 不只是那些 有人要充公你的资产 而是律师费不菲 当然 不是身为 手足 或者一些 黄营的律师 甚至没有 收不到钱 他就先 答应了给你一笔钱 打到差不多 又不坐牢 什么可以附带 什么都没有 那都可以给什么 我听过有些律师 就甚至是探监的时候 要他那个client 已经坐在监 给钱的 都有 是吧 所以什么故事都有 我只是说 收的钱 绝对不菲 我不想报个数 给大家听 是吓死你 这个钱 所以我在这个 这个video 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不想去针对任何人 任何个案去评论 我只是说 generally 你们这帮律师 收钱是可以 但请费用 合理一点 好不好 无论律师 大律师 请你收的费用 合理 哎呀 是市家来的 按照不同的人 他可以给得出的东西 不同 他找得你的 希望你可以 真的能够 松点手 好吗 是吧 这个是 这样的情况 现在都是 大家都希望 做这件事 我只希望 不希望 有些 法律界 将囊在 不断地蠶食 很多 收捉的 你 付不起钱 就不要打官司 那你就不要说 你自己是我们这些 这样的 就是 你 我说到没有了 我们做这些 事业的话 可以看到 是民主事业来的 如果你觉得 这件事 是完全无关的 那你可以 另外 当民伤事案 见到看待 但我只是说 为什么周柏君和胡子健 会放弃了很多 尤其是胡子健放弃了 剩下企图抢劫罪 其他都放弃了 刑和罪的上诉 而周柏君和孔子柄 是放弃了所有罪型的上诉 为什么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 就是觉得 二十三条之后 上诉都无谓了 OK 二 就是说 好贵的 就算你有希望 去打得赢 这些价值是很高的 你付不起的 你说不找数 那些 看律师追不追自己 追不追自己 受 有些真的会罪 对不对 所以我说 真是很惨的 很惨的 香港人真是很惨 希望现在 其实这些人不是全部的律师 说明一下 不是全部律师都是这样 是部份的律师是这样 希望他们自己 反省了 作误了 好吗 两名上诉申请人 分别就是周柏君 21岁 和胡子健 19岁 被指在2019年11月11日 双11日 在西班河故意阻撓在正在 執行职务的警员 和企图抢劫警战 周柏君 即是红仔饼 另外被控一项企图 再合法激压下逃脱罪 被指同日在同地方 企图从警员的合法激压逃脱 代表周柏君 即是这位红仔饼的大律师 郭景宪 一开庭就向法官表示 周柏君决定放弃定罪和刑罚上诉 因此撤回上诉申请 法官彭伟昌听到之后 申请了就不可以回头了 OK 即是你撤回上诉 即是说错了 获得郭伟昌 郭景宪这个大律师的确认 那么法官彭伟昌 彭伟昌之后 就转问在犯人里面的 红仔饼周柏君 是不是听到刚才的对话 和问周柏君 是不是坚持地获得周柏君的确认之后 彭伟昌法官即刻宣布 由于上诉人放弃上诉 因此即时拨回他定罪和刑罚上诉 至于另一个上诉人胡子健 他的代表大律师就表示会放弃 就阻差办公控罪的定罪和刑罚上诉 但是只针对企图抢劫这件罪 申请定罪和刑罚上诉 希望争取到底 彭伟昌法官之后 将他的上诉申请转交 去到一个由上诉庭 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处理 你看看整件事 完全看看这些全部没有陪审团的 OK?没有陪审团的 并认为需要另外安排审讯日期 彭伟昌法官之后 再问这个胡子健的代表大律师 胡子健最早可以获得的日子 他代表大律师就说 胡子健最快可以在2026年8月 2026年8月 还有两年半左右的时间 才复完刑期的 真是笑不出 我苦笑 无论是看到胡子健也好 这个周柏坤也好 周柏坤的同志典 他们是相当艰苦 OK? 你说这个和23条没关 我只是说 一定有这些关 都是两个原因 恶法已临 上诉无用 第二 律师收钱很贵 这两个最基本的原因 今时今日他们这样做 因为整个形势不允许 不如坐好坐满算数 不要期盼可以什么行为良好勤奋 扣减三分一刑期 讲到最后 刚刚开始讲到的 程教处处长 是基本上不会去减刑或者保释 就算今天你问 李家超今天都重申一句 原则上是不会的 你有本事就是法律 从法律途径去处理 所以法律就说 你才不会 讲到明了 除非程教处处长 有充分理由 相信这个人 减刑假释 复核刑期 之后释放 去到社会里 不会有危后国家安全的危险 那谁能够写这个切结保证 没可能 如果你真的 保证了一个人出去 那一个人真的犯事 你又不用 继续坐这个位置 你提早退休 甚至没有拉起来 谁会这样做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是他们的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他们这样的情况 第二件事 想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 于品行我们先讲 我们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去到 今时今日 政府除了重申 这个所谓的 适用于 现在在囚人士 所有案件的一些 不减刑的情况 那你说 洪仔病一件案 都没有国安案件 你看看 他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 企图抢劫 左差办公 就是逃脱 就是这些事情 那你没有一件 没有一件 国安案件 但 23名立法 你说 其他有关 国安的案件 那什么是 其他有关 国安案件 哇 这个就是不得了 真是不得了 那你说 这一件 企图抢劫 和国安有没有关系 那你硬齐的 油 反送中 伤十一 OK 所以就是说 这些案件 会不会都 不会 要坐足 坐好 坐满 没有办法 减三分一元期 任他定性的 现在没有任何的 就是这个其他 就是香港法例里面 其他有关 国家安全的犯罪 是可以包山包海的 陷糊不清 相当严慌 他说是就是 对A可以说是 对B都可以说不是 没有标准的 现在起码没有标准在 喂 企图抢劫警战 就是国安 企图抢劫一粒糖 又不是国安 但是他企图抢劫 一个警察的一同糖 就是国安 那这些什么的定义呢 总之你说是不是咯 总之说你是国安 就是国安案件咯 现在就有这样的一种倾向 所以我说了 红仔饼这件事 就是这两位 胡志健和周柏坤 他们会不会适用于 不准扣减三份刑期的 这种原则性规定呢 我真是不知道 我是比较悲观的 就是我认为他极有可能 不可能靠这个刑期 那你不想到2026年8月 就是国晟的被告 是不是 那郭子健是这样 那如果你的红仔饼 周柏坤又怎样呢 那现在他都放弃了 他坐好坐门 所以我心是很难过的 真的 心很难过 即他是为香港人 差点没命 有一个在十一的时候 在荃湾中枪过 差点没命 这一位西湾可道 伤十一的时候 又是差点没命 那些人 差点没命 什么事都没有 是不是 还在逍遥法外 但是真正抗争的人 根本不是是抢腔 可以抢腔 抢腔无关 我做过以前 整年前做过事 我和抢腔完全没有关系 你回看一段细心 看來看,一點都不是上場窗 就是被人屈到上場窗 欲家之罪何患無遲 現在那幫手足基本上是為他自己做的事埋單 我覺得是相當悲壯的 尤其現在監獄上,很難減刑假釋 越來越多洗腦教育會展開 入到那個地方,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很多書看不到,他們的聲音可能越來越少 在香港現在這麼稀薄的情況下 就是依然有一幫受苦受難共同體 去聽聲審,去旁聽,去寫信,去探監 我們應該為他們鼓勵 也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有些撐不住的,來到台灣 來到加拿大,來到美國,來到英國,來到澳洲 去不同的地方,我們完全都理解 所以去滑流,我也覺得,完全尊重的 只是我覺得,如果你決定走,就請你快點 如果你決定留,就請你好好地生活 拒絕慰望 另外在李家超這個層面 搞完這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除了搞新民黨一個黨員,叫金文峰寫一篇 愛國者自港,愛國者專政之後 李家超這次又有新作品了 今天,他出席行政會議前,發言說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之後 香港會開始有個新氣象 政府完成憲制責任和敵私使命 之後就會落實條例的工作和責任 包括持續解說和做公眾教育的麻禍 他說,條例的目的是有效防範制止 懲罰國家安全行為和無活動 各政府部門會自降做好管理和強化內部制度 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他強調懲罰和治理方面 這個執法部門,執法必然 更加要強化能力抵禦間諜活動和各國情報單位的滲透 整個共產黨的術語 強化抵禦間諜和滲透 必須加強情報收集能力和情報分析培訓 講到尾就是特務治國 特務治港 講國又被人拘捕 特務治港 他又說跟昨天一樣 他就說跟市民有關的就是國家安全教育 條例要求政府開展國安教育、守法意識教育 這個就是國安教育之餘有什麼呢? 會結合國安教育、外國主義教育、中華文化教育共同推行 就是你要服從這個黨國的淫威 要愛 而且你要對文化教育 那些文化就是那些餘表法對的那些什麼呢? 你讀韓非至商養就搞定了 你看看那些孔猛的那些東西 說到尾就是崇拜宗族啊 那些東西 富君君臣臣富富子子啊 這些東西 甚至是說 他也不會跟你說靈殺就也不可殺一夫的問題 不會說這些東西 他會說什麼呢? 他會說不患寡而患不君 這些瑜伽的學說 他就學這些東西 共產主義 中華文化教育 洗禮來 是不是? 所以他選擇性 匹一些可以符合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毒素的東西 和大家洗腦 以達致防範國家安全風險 也都是為人民掃養 Humanities 一個完全不懂Humanities的人 和大家說 要提供養分和昇華作用 Sublimation 多開心 他知道什麼叫Sublimation 而基本的英文和中文都不懂 他收檔了 然後還說 透過宣傳指導監督來進行 即是說到尾就是一種全民的洗腦 說到尾你以前抵禦的 反國教不行 不止國教 國家安全教育 外國主義教育 中華文化教育 你香港人增過的東西 十二年前曾經反對過的東西 全面推行 加你三倍 不止推國民教育 還有國家安全教育 外國主義教育 中華文化教育 全面推行 用這個地方 即是基本上思想上洗腦香港 已經開始在做 所以他由第一階段的國安法 和全面的篡改選舉條例 一直到第二階段的二十三條 慢慢去到全面把你毒化 人口洗版 然後逐步逐步去擴展這樣的網絡 最後去到什麼目的呢 最後去到目的就是希望能夠使到封關 斷網 封關就是沒有出入境自由 斷網就是沒有資訊自由 然後最後就是全面的社會上用系統 即是和數位極權主義非常有關 李家超說 施政報告提出成立 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宏洋中華文化辦公室 政務司司長會通過工作小組在學校和社區層面推廣 善用不同媒體平台做傳播工作 他又說透過國民教育、愛國主義教育、中華文化教育 融合推廣可將守法意識、國安意識 融入於日常生活和個人持續學習中 而宏洋中華文化辦公室也會筹劃推動中華文化和歷史活動 尤其是一帶一路文藝交流活動 推進港澳大灣區的文化教育 更可以以大灣區的名義組團出國做文藝交流 推行大灣區文化展覽等 全部這些所謂抵禦間諜 抵禦一切的一些惡勢力的 外國情報單位滲透的這些所謂的 外國獨訴、外國獨訴、外黨獨訴 國家主義的國家安全教育 全部就是法西斯教育、共產教育 是洗腦 所以我說了 如果真的有下一代 希望大家給他多一些選擇的可能性 今天那些小孩子可能不會怨你 Banxi 十年後、二十年後 就見真君 希望大家明白 大家保重 下一節就說